年底的台北市长选站民进党要提名谁还没决定好 但现在英系立拱的陈时中传出就连竞选办公室都挑好了 还跟小英经纪会同一栋就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上 有英系人马当邻居从指挥中心走过来 路程也不过10分钟 加上27号起若没重大政策 陈时中将不会固定主持疫情 记者会都被解读是在为参选铺路 毕竟先前才传出陈时中曾松口来得及大火车 他就会上 言下之意是不搭高铁似乎也不行了 但或许就怕一下子冲太快 有的英系立委想帮忙踩刹车 应该都是误会 应该都没有的是事情 因为目前陈时中一切还是在做好防疫的一切 但万一陈时中参选北市 指挥中心谁来当家 近期频频在镜头前亮相的他被认为机会可不小 只能说近期英系一连串动作频频 让外界有机可循 TVBS新闻随众群乐风味台北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